我们来关注五级巴都补选走访活动的情况 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李今天早上表示 计划在区内推出青年引导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孩童 而民主党候选人徐顺权博士则透露 将在今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上谈攻击金的课题 来看记者李凯言的报道 早上七点半 穆仁李在五级巴都中路104座组屋附近向居民问好 穆仁李表示 一旦当选将推出新计划 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童 穆仁李表示 要让计划成功就必须有足够的义工帮助 徐顺权则一早分派传单 他表示不少居民担心被裁 他相信他的财务管理咨询服务能帮到居民 徐顺权也就有一些部长针对他的言行举止发表看法做出回应 秦传媒新闻记者李凯言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